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秋 來來到神秘奇幻的主題故事 霍格華茲雖然已經成立了一千多年 然而坐享哈利波特故事序曲的 是從鄧布利多在豬頭酒吧面試西壁崔老尼開始 崔老尼在面試結束後突然中邪般的說出了預言 傳到黑魔王耳裡後 最終導致了波特家幾乎被滅門的慘劇 波特家的遭遇固然意外拯救了陷入水深火熱的英國巫師社會 然而對倖存的哈利來說無疑是遺憾終身的悲劇 更令人惡玩的是這場悲劇很可能本來不會發生 究竟是誰的作為讓波特夫婦的性命提早走向了終點 又是誰該為這件事負起最大責任呢? 就讓我來幫大家分析找出最不可原諒的戰犯吧 如果你正在看這支影片一定也是哈利波特的粉絲 假如你又跟我一樣有訂閱Netflix 應該會很失望上面沒辦法看到哈利波特的電影 但是當我使用了ExpressVPN後 就可以在Netflix上面輕鬆看到哈利波特的電影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是因為Netflix上的影片庫會因為國家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而ExpressVPN這個應用程式可以變更使用者的網路位置 讓你有辦法看到台灣沒有其他國家才有的Netflix影片 台灣的Netflix上沒有哈利波特 那是澳洲的有 這時候我只要這樣操作 並跟我的網路位置到澳洲 再重新整理頁面 電影就全部顯示出來啦 是不是很簡單啊? 不只哈利波特 很多你在台灣Netflix上面看不到的電影跟節目 可能在其他國家的Netflix上面都有 怎麼判斷呢? 假設我今天想要看魔界電影 下面沒有跳出來代表台灣的Netflix上面沒有 但標題這邊是白色的 就代表Netflix上面有 只是台灣看不到 接下來你只要上網查就會發現 原來義大利的Netflix上面可以看 那就把你的網路位置用ExpressVPN改到義大利 重新整理後就可以看了 這就是VPN跨區收看的好處 ExpressVPN可以跨區的國家有將近100個 所以不管你是在Netflix Disney Plus 還是Amazon Prime Video上面 只要輕輕點一下更改IP的按鈕 就可以輕鬆解鎖數千個節目 不只電腦 包含手機、平板、電視等設備都適用 更重要的是 很多人說用免費的VPN會覺得網速變慢 不意外嘛 不花錢總是要付出其他的代價嘛 如果是在串流平台上 網速一慢連影片就lag 那肯定會抓狂的啊 而我用ExpressVPN幾個月以來 從來沒有遇過任何緩衝或延遲的問題 體驗真的沒話講 用過就回不去 總之如果你想在自己訂閱的串流平台上 看到哈利波特或其他大量影劇 很推薦大家試試看 阿秋也幫大家爭取到獨家優惠 現在只要透過我的影片資訊欄連結 ExpressVPN.com slash fantasy library 訂閱連線快速又順暢的ExpressVPN 就可以在額外獲得三個月的免費使用期限喔 如果你只看電影 對於波特加悲劇發生的因果關係 應該不太清楚 簡明說明一下 1980年 鄧布利多到了火米村的豬頭酒吧 近前來應聘霍格華斯占卜學教授職位的西壁崔老寧 當時鄧布利多已經不打算開占卜學這門課 但是考慮到西壁是偉大和著名的先知卡山佐的玄孫女 還是決定給他一個機會 然而西壁連一點點先知的天賦都沒有展現出來 鄧布利多禮貌性的拒絕了他的應聘 正當他轉身離開的那一刻 西壁突然進入恍惚狀態 念出一個真正的預言 擁有消滅黑魔王力量之人將降臨 出生於曾三次抵禦他之父母 生於七月結束的時候 黑魔王會把他標記為自己的勁敵 他將擁有黑魔王所不知道的力量 他們之間必定有人會死於另一人之手 因為這兩人不能永遠同存於世 不料這個預言被石內捕偷聽到 但還沒聽完 就被當時的酒吧老闆阿波弗發現並撵得出去 石內捕也把他聽到的預言前三句 告訴佛蒂摩 基於對石內捕的高度信任 佛蒂摩毫不懷疑的 將符合七月底出生的這位新生兒 當成必須除掉的後壞 7月30日奈威龍巴頓出生 隔一天哈利波特出生了 而佛蒂摩最終將這個死對頭人選指向了哈利波特 生下哈利後不久 鄧布利多告訴詹姆兒利利 佛蒂摩想要殺死哈利 並告訴波特夫婦 保護他們不被佛蒂摩找到的最好方法 是使用忠實咒 而他自願做守秘人 但詹姆婉拒了鄧布利多的好意 後來的發展 我在上一支 霍格華茲史上最嚴重的分怨錯誤的影片中有說過 天堂星說服了詹姆夫婦 把守秘人交給佩蒂摩 最終早已背叛鳳凰會的崇尾出賣了秘密 讓佛蒂摩得以殺死莉莉跟詹姆 波特家的慘案被害者不只一人 同樣的造成慘案發生的兇手也不只一個 所以這集的主題才會是誰該負最大責任 而不是誰才是兇手 接下來請點幾個呼聲比較高的戰犯人選 分別是崔老尼、佛蒂摩、史內布、彼得佩迪魯、天堂星跟鄧比多 還有一些其他次要人選也會討論一下 首先來看做出救世主預言的崔老尼 注意我們要討論的是責任輕重比例 而不是這個人有沒有罪 純粹論犯罪行責而言 佛蒂摩這個行凶者是罪大的 然而只怪佛蒂摩也不太公平 畢竟沒有預言出現 佛蒂摩哪來的明確目標去消滅呢 這時候我們可以考量一個人做某件事的動機 如果動機是有害的、有惡意的 那就算人不是一台也可能有連帶責任 然而故事中崔老尼的預言其實是在一種 連本人自己都不是很清楚的恍惚狀態下說出來的 況且當時候面試已經結束 有史可以推斷 崔老尼直到說出預言的當下 應該都還不知道這個預言 不在他可以控制的情況下 就連鄧比多也沒有料到 可如果當時只有他們兩個知道 酒吧的閒雜人等都沒有聽到 那麼波特家的慘案應該也不會發生 預言對於反黑魔王的陣營來說 是利多的情報 一旦洩漏 絕對招來黑魔王對鳳凰會的毀滅性打擊 最保險的情況就是讓崔老尼 不要把預言透露給任何人知道 來了史內卜偷聽到了預言 並把預言告訴他的主人佛蒂摩 因此在鄧比多知道預言已經洩漏給黑魔王後 決定聘任崔老尼當占卜學教授 究竟保護他的安全 也因為預言並非崔老尼主動洩漏出去 怪罪他並不合理 崔老尼的預言 雖然不一定對反天王陣營有直接幫助 但可以肯定的是 預言洩漏會帶來可怕的災難 因此 洩漏預言的人責任非常巨大 沒錯 塞伯勒斯史內卜輕出列 更糟糕的是 史內卜把只聽了一部分的預言 告訴佛蒂摩 讓佛蒂摩可以無懸念的去找救世主算賬 怎麼說呢? 首先 史內卜只聽到預言的前三句 這三句只能得知救世主的人選 是該年七月底出生 反抗佛蒂摩陣營巫師的孩子 符合的人選有哈利跟奈威 至於為什麼選哈利不選奈威 這個等等題 史內卜不可能不知道 然後洩漏預言後 黑魔王會押起來去掉威脅 那為什麼他會講 最主要的原因是 當時他仍然為佛蒂摩工作 還沒有跳到鳳凰會幫老鄧 而這跟他的主人關係重大 另一個原因 當時他不知道莉莉的孩子哈利 就是七月底出生的其中一位預言之子 如果當時他已經是老鄧的人 也確定莉莉的小孩是七月底生 理論上他不會洩漏預言 洩漏預言當然責任重大 但如果他有把整個預言聽完 可能波特加也不會悲劇的這麼快 看一下預言第四句以後的內容 關鍵在於這位救世主 將擁有黑魔王所不知道的力量 這果力量是什麼 有人說是佛蒂摩不能也不想理解的力量 即詹姆和莉莉給哈利最純粹堅定的愛 也有人說是佛蒂摩沒有意識到的能量 也就是命門時所命中反彈意外讓他的一塊靈魂碎片 附在嬰兒哈利體內的自己部分能量 不管是哪一種 只要佛蒂摩聽到的是完整版的預言 就知道攻擊哈利可能對他有危險 肯定顧慮更多 不一定會輕易下手 一旦佛蒂摩沒有急著下手 鳳凰會陣營就會有更多的應對時間跟策略可想 甚至可能影響佛蒂摩二選一的決定 當然史內姆並非故意不把預言聽完 但這也不會影響到他在這件事情的責任就是了 如果今天不是莉莉被殺 他是不會有後續贖罪的動機的 再來檢討佛蒂摩 基本上預言洩漏給他後 情況就進入最糟的階段 很難沒有傷亡 差別在於遭殃的是誰而已 作為波特加慘案的行凶者 佛蒂摩難辭其咎 很有意思的一點是 如果不是佛蒂摩太過在乎預言 一定要搶先除掉未來可能威脅到他的人 詹姆跟莉莉可能不會這麼早死 哈利也不會因為莉莉的守護而大難不死 意外成為扳倒佛蒂摩最關鍵的核心 事後來看 如果佛蒂摩沒有害怕預言 刻意跟預言的結果作對 痛下殺手 那哈利是不是就不會成為 預言中能夠消滅黑魔王的救世主呢? 有可能 這就有點像是教育心理學說的 自我應驗預言 也就是一個人先入為主的期望或判斷 無論是否正確 或多或少會影響到一個情境的結果 或是人的行為表現 以至於這個判斷最後真的實現了 欸?這樣講 感覺都是佛蒂摩的問題啊 畢竟他不動手 波特加也不會家破人亡 但畢竟他就是預言中最明確的對象 還攸關自己性命 如果不積極應對 反而不合常理 從這個角度來看 佛蒂摩就是做了他會做他該做的事情 差別只在於他選了哈利波特 而不是奈威龍巴頓 然而史內部就不是 他不一定要通報預言 另一個問題來了 預言明明只說是7月底出生的孩子 為什麼佛蒂摩選了哈利呢? 鳳凰會的密令小說第33章 哈利就曾經對老鄧反應說 佛蒂摩有可能選錯對象 不是他而是奈威 鄧伯利多的回應是 他選擇的男孩是他認為極有可能對他構成威脅的人 他所選擇的不是純血統的 而是混血的 就像他自己一樣 因為按照他的信條 只有純血統的巫師 才是唯一可以存在或是值得認識了解的 這段是老鄧的合理推測 佛蒂摩的判斷依據 主要在於哈利不是純血巫師 這也可以理解 純血是佛蒂摩崇尚的 如果跟混血擺在一起 那他肯定認為混血具有更高的威脅性 不然就很難對得起他 純血至上的理念 而即使佛蒂摩改變選擇 差別也只在於 波特家的密門長案變成龍巴頓家而已 真有這個平行時空發生的話 相信這支影片討論的主題也會變成 誰該為龍巴頓家的長案負最大責任吧 但也許狀況會比波特家更單純 你不用特別找戰犯了 接著是彼得佩迪魯 關於他幹了什麼好事 上一支影片解釋過了 有人認為佩迪魯的責任最大 原因是 就算史內布告訴黑魔王預言 黑魔王也出手了 但只要他不洩露波特家藏身處 詹姆跟莉莉也不會死 畢竟他是波特家 不被滅門的最後一道防線 但我認為這有點太高估熟密人 在整件事情的地位 熟密人重要歸重要 但他對波特家的作用是 被動保護 如果沒有史內布講出預言 和佛蒂魔要避免預言發生熟錯的事情 也不會輪到佩迪魯要扛住波特家藏身處的秘密 理解了嗎? 波特家長案是由因果先後順序的 前兩件事情沒發生 鳳凰會也用不著使出忠實咒這招 然而當事情演變到佛蒂魔要追殺哈利時 佩迪魯這位熟密人 當然就變成保住波特家的關鍵了 可惜他性格上的問題 加上畏懼黑魔王勢力 導致他早一步背叛鳳凰會 也在沒被發現的情況下 被天狼星選為守密人 導致悲劇最終發生 其實哪怕佩迪魯有那麼一瞬間堅強起來 乖乖保守這個秘密 波特家都不會陷入絕境 他的自私自利 無疑親手把波特家推入了火坑 也是最不可設的等級 至於天狼星跟鄧布利多 可以放在一起看 天狼星被一些人認為是戰犯的原因在於 他把詹姆原本指定他當守密人的身份 最後一刻換給佩迪魯 進而導致佩迪魯有機會泄密 讓波特家悲劇 但這其實就是馬後炮了 因為這等於是在怪天狼星 沒有早點發現佩迪魯是叛徒間諜 在佩迪魯被叛後的一段時間 老鄧跟天狼星的人就察覺到 內部可能有叛徒 只是當時沒人懷疑佩迪魯 甚至天狼星懷疑的還是陸品 這是他把守密人 讓給佩迪魯的原因之一 也許把守密人換成陸品就沒事了 然而這就是上帝視角 不管怎樣 天狼星對於自己的錯誤決定相當自責 願意做冤獄12年 就是在懲罰自己 但為什麼天狼星不該背鍋 因為從頭到尾 他的出發點都是為了盡全力 保護詹姆跟莉莉 甚至為了自有犧牲 他也不會有半點運言 讓出守密人 也是想幫波特家的秘密 多上一道保護所 誰想得到他的自有 會如此輕易践踏多年的情誼 但伯利多也不用說 達聰施到預言開始 他就怕崔老尼出事 聘他當教授來保護他 不是鳳凰會的成員他都這麼做了 詹姆跟莉莉這些成員就更不用說了 後來佛蒂摩鎖定波特家 他也不斷提供自己的力量來保護 忠實咒的點子就是老鄧提的 也第一時間自願擔任守密人 只是詹姆更信任天堂星罷了 我想要說老鄧這位幾乎全能的領袖 沒有保護好底下的人也太苛責他 再怎麼厲害 畢竟他也只是個凡人 除了上述人選 其他人我都不覺得有任何理由被歸咎成戰犯 像是有人說詹姆夫婦自己該負責 因為他們本來想讓天堂星當守密人 結果最後居然同意天堂星臨時壞人的秘密決定 這就是典型的檢討被害人 要知道他們也是信任天堂星才會同意 且如果佩迪魯沒有背叛 天堂星的點子 確實比單純由他自己當守密人更好一些 所以這部分的問題還是在於佩迪魯背叛的惡行 另外把哈利跟奈威當成責任的一部分也很奇怪 因為預言的結果並不是他們可以決定的 最後總結一下 這件事情的責任大小 前三名毫無懸念 就是史內布佛蒂摩佩迪魯 這個順序也是我認為責任大小的比重 是不是有點訝異我把史內布放在頭號戰犯的位置啊 真要說的話 這三人的責任比我會覺得差不多是 我們回頭來想 波特加如果要不出事 有哪幾種可能 答案就兩種 第一 崔老尼的預言根本沒有出現 第二 預言出現 但沒有洩漏給黑魔王 前者是不可控制因素 也是已經發生的絕對事實 所以沒有怪罪崔老尼的理由 那麼問題就出在第二點 這是可控制因素 也就是聽到預言的人可以選擇不講 然而史內布他選擇跟黑魔王講了 才有了波特加被黑魔王追殺的開端 因此史內布的責任絕對是非常大的 而且史內布在除了跟莉莉有關的事情以外 唯一人可以說非常糟糕 他就是在詛咒為虐 今天要不是佛蒂摩會動到莉莉 對他來說根本不痛不癢 除了莉莉 誰死了他都不會在意 後來成為雙面間諜 講白了就只是在贖他自己害死莉莉的罪過 注意喔他只對害死莉莉感到愧疚 詹姆他是一點也不在意的 甚至就算是嬰兒哈利死了 他也是不在意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佛蒂摩選那位 除非莉莉因為這件事情在過程中喪命 否則史內布重量的可能性大概趨於零 在那個當下他聽到預言一定會跟佛蒂摩報告 一定會轉動密門案發生的命運齒輪 佛蒂摩的責任也很大 但考量到他是預言直射的明確人物 而且這預言有很高的機率對自己不利 那他的後續作為就可以理解 甚至可以說不意外了 純以波特加悲劇來說 他是行兇人 但某種程度上是因為要避免預言對自己不利 不得不動手 我認為責任還要排在史內布之後 佩底魯就是當預言被洩漏這個選項開啟後 波特加悲劇收藏的關鍵了 雖然他選擇洩密是波特加被佛蒂摩找到的直接原因 但責任不如前兩位的原因在於 沒有前兩位做出相對應的決定 他就算洩密也起不了什麼作用 甚至他根本不會被指派為首密人 退一步說 就算他沒有洩漏波特加的藏身處 難道就能保證波特加永遠安全嗎? 也不一定吧 如果黑魔王開啟無差別拷問 天堂星跟陸屏都掛了 換佩底魯被逮到 然後他經不起拷問而泄密呢? 你會說他沒有責任嗎? 不會吧 頂多責任比較輕 因為他是不得已 而不是主動泄密的 其他人基本上都沒有害波特加的理由跟念頭 如果因為他們做的決定 而進階導致了波特加發生悲劇 情感上可以說他們是有一些些責任的 這大概就是我對於誰該為波特加的悲劇負最大責任的看法 不知道你們是不是也這樣想呢? 歡迎在留言分享你們的看法喔 如果有誤或思慮不周也請指針跟包涵喔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按讚訂閱加入會員支持我 我是阿秋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掰掰